R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對象賽爾特的對決 這場比賽還是阿拉伯 來看一下雙方的地圖 地圖的話目前 果樹在前面 賽爾特人這邊 果樹在前面會非常的尷尬 因為前面就是西班牙了 會比較危險 而且這也比較難為一點 這正中央算是一個超級大平原 然後這樣子圍 然後這樣子圍 才圍得起來 直接圍到底的話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喔 黑暗時代可能圍不起來 可能封建之後有守住 才有機會圍 金礦位置也是比較小麻煩一點 是在左側位置 但前面有一塊樹擋住 所以這邊的位置來說的話 也算是比較前期不好守的地方 但應該上封建時代之後就可以圍起來 就沒什麼問題 黑暗時代的話會有點小小困難 但黑暗時代沒什麼問題 因為黑暗時代不會挖黃金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算蠻小的 那圍加的部分的話 他應該也會比較晚圍 如果要趕路的話 他就不能先圍這一塊區域 這些都要先考量進去 那賽爾特人的話 先講解他的特殊能力好了 他的能力的話是 伐木會快一些喔 就是有免費的伐木 不是免費伐木喔 是他天生伐木就是比較快一點 那還是可以點伐木技術 所以他的伐木的效率是非常非常快的 算是一個外加層的概念喔 那其他能力的話就是 投石車工程器單位 就是攻速比較快 那再來就是他的步兵喔 跑速是這遊戲裡面 步兵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打步兵是有優勢在的 但是以步兵護狀來說的話 是沒有比較太大優勢的 因為他只有這樣跑速比較有優勢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偷冥羊 在冥羊相處在同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幹一下冥羊 但我覺得這個效果 堪用 並不是一個核心 會決定到很關鍵的一個能力 尤其是在阿拉伯 其他地圖不好說 但阿拉伯的話 可能就是沒什麼太大作用的一個能力 好再來就是他的銀罐喔 寶磊 城堡和劍塔 攻擊速度提升25% 那這個效果的話在 城堡防守上城的時候 你要夾住開弩上帝王的情況下 算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能力 但點下去也要成本喔 所以會點的人也不多 真是蠻看情況點的 那再來就是一個 薩爾特狂熱 就是他的核心的能力的金冠 他的這個能力金冠點下去之後 工程氣息一樣可以到 加40%的血量 那到薩爾特大衝車 你就會看到那個衝車 血量有300多滴 哇你不能看到傻眼 打一個工程氣要打300多滴的血量 非常非常厚 那頭車弩炮這些也會增加血量 所以在頭車護閘的一個階段裡 這個金冠點下去 重頭喔 那個威力是非常有爆發力的 而且血量特別多很難解 而且攻速又快 所以喜歡玩工程氣的玩家的話 塞爾特的話是你的首選 好再來就是 來看西班牙 好西班牙的話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因為這是老文明 跟塞爾特一樣 但改動塞爾特是比較多一點 那西班牙的話一樣就是 他有一個暴民科技 就是村民打架會非常非常厲害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有看過 就是拿粗米去插人家TC 然後當戰鬥單位使用的一個場 那以前 五爵以前還蠻常出現的 現在也可能比較少 不知道是時候 好 那再來就是西班牙他的建築效率 非常非常快 所以有些人玩西班牙他會打塔弓 或者是直接一個支撐 推的一個打法 或者是直接在家裡插寶 然後用西班牙開BANG的一個打法 也是有 再來就是他的兵工廠 升級是免黃金的 所以他可以顯像大量的黃金 然後去點下自己的科技 只要露就可以了 那多位的黃金就可以來出 騎士 僧侶 還有他的那個 希臘的征服者 都是相當划算的一個能力 但相對來說他比較長 他的工兵不能升級 工兵是沒辦法升到奴兵的 非常非常慘 所以封建絕對不能打奴兵 打個戰矛啊戳戳就差不多了 先被動防守 然後上城堡 再轉為主動攻擊的一個方式 再來就是他的金罐銀罐 金罐銀罐其實沒有太大效果 金罐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霸權 村民會變成戰鬥單位 就是非常有戰鬥能力 那一端審判會增加 森鯉的招降速度 森鯉大戰來說的話 西班牙算是蠻有優勢 但他招得比較快 可以少ON一下的樣子 印象中 好 再來就是他的火藥單位 攻擊速度提升18% 所以他西班牙征服者 甩槍的那個能力非常厲害 可以一直 砰砰砰砰的那種 非常厲害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怎麼選擇吧 那目前西班牙已經轉出了兩隻棒棒 看來要去前面開稿了 但是賽爾特這邊也是打棒棒 那賽爾特棒棒有三隻 但西班牙只有兩隻 但是這邊有肉馬 那賽爾特的肉馬目前在西班牙家亂晃 並沒有回來這邊助陣 好 這邊一直在回頭打一下回頭打一下 看哪邊可以打出一個結果出來 好 這邊再尻一下 再尻一下 OK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這邊應該 就直接兩邊互相傷害了 這邊直接讓 讓這個西班牙通過 應該不會再去阻止他前進了 好 那這邊西班牙 他是選擇 然後這樣子的小圍 只用這塊區域 那他只有這塊木頭可以挖 那這邊小弓過來燒老的話會很難受 好 那這邊賽爾特 看到這個位置 金礦跟木草都在同域區 哇 是我我一定受不了 我一定插一根塔在這裡 好 這裡還有蓋房子 大概插這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防兩塊區 但是這樣一定很傷經濟 好那就看一下西班牙這邊要怎麼防守吧 那西班牙這邊的選擇 是先來拆這邊的木牆 並沒有直接想要來 走進去 畢竟走進去風險也是很大 好在這邊靠一靠 然後發現 家裡 對方的棒棒完全沒在做事的感覺 這邊完全沒有燒得到任何東西 連牧區都沒有打到 西班牙可能是以為這邊有人在挖木頭 或是右邊這裡 殊不知只有這邊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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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好木牆這邊拆掉一個之後 我們這邊果斷要來打這個區域了 這邊還是要來打一下 今天金礦跟木頭都在這一區 但兩邊應該都是小打小鬧 唉唷這邊一個拳頭村民 完蛋 這邊肉馬 跟兩隻棒棒全部送掉 然後打到一隻3D的殘血村民 沒了 這看起來真的是沒了 怎麼辦呢 好那這邊打破一個趕快再圍一個房子 唉唷這個房子差點沒蓋起來 還行還行 這邊小工數量少所以蓋得起來 那這邊西班牙以騷擾套路來說 已經宣告失敗了 這邊要轉出一些戰矛嗎 兩邊都給下一擊一射 唉唷但是西班牙這邊出小工喔 這應該小工只是暫時抵擋一下而已 並不是要來真的來 去攻擊人家用的 因為這邊小工到風景時代 就是最強的完全體了 OK這邊解掉兩隻小工 好迅速解掉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再來一隻奴兵過來 好來 好拿一隻奴兵過來 能再打到點東西嗎 右邊有很多裝甲在繼續拆 空邊要不要拉回家手一下呢 這邊又拉三隻小工過來 想要來燒了 稍微加速一下 旁邊打的 進度比較慢一點 來看一下 這邊燒了 射一下 射一下 甩弓 再甩弓 這邊點速一下 哇這邊砍死 然後小工直接補兩發 這兩隻小工能再換到一隻嗎 這邊想要點殘血的小工 喔點到了 喔水啦 哇這個小工點得非常厲害 手術不簡單 這邊又生了幾隻小工跟戰矛 好 繼續來防一下 有戰矛出來的話呢 這邊墓區應該就安全了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這邊 看一下賽爾特 賽爾特的家裡 看起來已經為好 風箭時代 果然已經圍成一個橫的 但是右邊這裡還是太大塊了 還是要早點時間來圍一下 那家裡的村民 這邊挖木材的村民 都被帶到殘血啦 都有半血 有點危險 上層的話 如果被抓到可能會直接秒殺 好但應該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那目前只看這一邊的話 還行 這邊有小工 有戰矛 這個步兵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還是可以甩弓甩掉 就來看一下這邊 欸唷被尻死了一隻戰矛 但是有兩隻小工繼續輸出 就沒問題 哎呀這兩隻三隻裝甲這種送掉了 那這邊賽爾特兩隻小工 還想修一下操作 但是賽爾特已經領先城堡時代 很多了 大概領先一分半 那西班牙這邊則是 才剛點下城堡時代 那兩邊的城堡時代 時間有點差距 大概差距一分鐘 那這一分鐘 就可能就會有差了 唉唷這邊還要前置BK 我的天 前置BK跟修道院 是一個賽爾特標準的打法 只要一刀賽爾特 你就信就要有底了 他上城堡一定會來開稿 這一個念頭 那他確實賽爾特也來這邊開稿 那這邊 蓋房子看到了 唉唷BK怎麼在這個位置啊 極度尷尬 就再蓋在我臉上 看一下這邊 這邊進來上來一村 然後當然騎士出來了 騎士要來無雙砍這些村民 輕輕鬆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八大 那這邊小公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在前面了 前面有兩隻騎士 跟衝車還有奴炮 那這邊是選擇 西班選擇雙馬舊 然後蓋騎士 產騎士 那這邊修道院的勝率也在產 哇哇哇哇哇哇 那這邊應該怎麼打呢 這邊要打的話 騎士出來又會遭翔 那這邊薩爾特也不是閃油的燈 好什麼都做 騎士 工程器 衝車 然後待會再摔一台投車 我覺得完美 但這邊是選擇奴炮 不是投車 那這邊三綠只有一隻 那這邊再存 這邊騎士 騎士大概上存四隻 但是這邊鐵已經被打了 騎士可能會有點難慘喔 那我們有蓋這個四級 喔有四級 但是四級要被拆掉了 待會也不能靠貿易了 這邊騎士的數量只有五隻 五隻騎士能擋得住嗎 好這邊過來摁一下 看能不能摁到對方騎士 應該是沒問題 哎呀拆一下而已 哇 騎士倒地 啊不是啊 勝率倒地 那這邊過來硬拆 這邊衝車 五隻騎士直接硬拆 好兩邊都在摁對方騎士 OK騎士開摁 開摁 OK摁到了對手一隻 看這個TC有點危險 趕快來修 這邊勝率 再出來放出來補血一下 那衝車全部倒光之後 這一波進攻可能就有點困難了 因為這裡沒有投車喔 好投車出來 來 來打這個TC還是比較有效果一點 畢竟也是在安全方面 那這邊要上了嗎 欸不對吧 你要上了喔 欸不對不對 直接真的硬上了 這邊騎士招一隻 然後兩隻去殺生旅 那這邊有大量騎士會來防救 這邊但是有點沒辦法 正面已經全倒光 兩隻聰明也被抓掉了 完蛋 塞爾特這波打得不是很好 那這邊抓到了一波 烙單的騎士兩隻 那這邊再集結一波騎士 直接回來回頭砍 然後這邊想要來抓翼出來的僧侶 如果這邊僧侶沒的機會出來之後 馬上被騎士抓個包 可以兩個刀直接倒地 目前看起來賽爾特有相當大的優勢 那這邊還有聖明可以再繼續招翔 頭車要不要出來砸一下呢 看來要囤兩波嗎 這邊再等一下 欸唷 頭車直接一發 倒了 再來一發 頭車砸生旅 唉唷走位 細節細節 這邊開翼 要不要再拉騎士去打這個生旅呢 但是有點晚了 應該被抓到了 OK有一隻騎士被抓走 但問題不大 因為西班牙這邊的生旅 不是 騎士非常非常多 這看來是沒問題的 哇 這一波西班牙解的非常好耶 要利用騎士的空檔喔 他有看到騎士要往下走 然後直接去用騎士正面對決 然後把他的奴套喔 生旅 我全部解掉 哇 這波 架子已經很 然後那這邊 頭車跟生旅應該要擺給囉 那這邊西班牙慢慢把自己的優勢打了回來 沒想到他田這麼少 還可以躺出這麼多騎士 讓我有點意外 剛剛這邊有一半的鐵是不能踩 那居然後面讓他慢慢弄回來 好那這邊有挖石頭 那這邊解掉之後 轉型挖石頭 看來要來一個寶推了 然後那這邊趕快 拉幾隻 防守一下這邊高調 這邊挖石頭 絕對不能被騷擾到 但是賽爾特有靈性阿 他居然知道他在挖石頭耶 哇 傑拉四隻騎士過來防守 來騷擾一下 我們這邊有兩隻騎士在等 然後來握一下 握個一隻蠻血的吧 握到一隻蠻血的 然後再握一下 這邊自敵 自敵騎士 細節有做到 OK那剩下三隻騎士 兩隻騎士 兩隻老頭已經倒地了 把那個老頭出來 解掉 好那目前左邊這塊騷擾 只死了兩村喔 那這邊算是賽爾特的血虧 這邊四隻騎士的價格 非常貴的 好那這邊看起來沒什麼問題了 那加里賽爾特開出了3TC 真的是要轉農了 那西班牙這邊是決定要挖石頭 然後開始要來搞一波大碗的 那這邊要趕快蓋世吉 應該是要來買石頭然後來插寶 因為石頭挖的還是比較慢一點 並沒有那麼快可以趕快 處於一個可以插城堡的狀態 目前就是要趕快給賽爾特這邊壓力 因為他這邊騎士的量其實蠻大的 那賽爾特確實會不好守 賽爾特這邊是已經點下了輪軸 那西班牙還沒有點下輪軸 經濟有點慘 經濟加力不太好 很多人在挖金礦 現在要靠買賣來過生活了 OK那確實這邊花了一點黃金 然後來買上石頭 買到650石頭 然後來開始前置寶 那這個寶前置在哪裡呢 貪心一點的話是這個位置 這個超貪心 插到東西很多 可以插到TC跟石頭 然後這邊建築全部全毀 但是可以嗎 對方也是有騎士的喔 還是要查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蠻香的 喔喔選擇這個位置 沒錯這個位置也很棒 然後這個位置相對安全一點 那也比較不容易被騎士或頭車砸爛 欸但是這個騎士被測喔 勾引走 川邊有點危險 兩邊都在遭翔 OK兩邊互召一隻騎士 沒問題 在那邊騎士大戰 兩邊都在開戳 戳戳騎士互相開 高能賽爾特發現自己的數量還是太少了 這一波要被西北亞蓋起來 那西北亞蓋建築的速度還有一加20% 這個效果非常非常好 哇那這邊直接賺了一個TC 哇這個西北亞居然還出草双兵後面開桶 真的是太會了 好那家裡再來補下一個TC 居三TC繼續農 但是這邊已經有大量的田已經不能採了 總共有五片田 這五片田是蠻貴的 加上一個TC 還有一個均銀 好那這邊西北亞轉租了一些西北亞政府者 看來要開始砰砰了 這邊開砰的話 那就會不好打了 因為這邊騎士 所謂被西北亞政府者甩槍的 這邊三女兩隻不在補血 這手補血的聲音很療癒喔 好那家裡補下一個BK 看來要繼續做投車或者是奴炮 要來防守一下 好家裡 正在挖黃金跟石頭 那目前西北亞這邊是單TC 有點是在靠挖黃金在支撐自己的經濟 欸這邊投車出去太早 完蛋 哎呀直接白給 這邊沒有等騎士套附近的時候 就直接往前衝 那是不小問題 好那這邊西北亞這目的 開始砰 砰起來砰起來 砰起來 然後繼續開砰 那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這邊賽爾特沒有點二級伐木 沒有二級伐木的話 這個天生的優勢就不是太大優勢了 是補充的優勢而已 這個木頭確實賽爾特很缺喔 這個木須一直被騷擾 哇村民一出來就被騷死 好投車出來 我想要來砸這個騎士 我要直接招村民是什麼意思 哇還招到了 直接抓到一個女村民 這個詞出是不是有本 生女大戰女村民 嗯 我懂的 這個我懂的 好 那這邊 把騎士拉回來 然後用生女稍微補個性 那這邊有五隻 斯蒂班爾征服者 看來要不要去這邊 砰一下砰一下 但是去前面砰的話 要小心對方的生女 對方的生女 遭翔來說 對西方的征服者也是有壓力的 然後這邊看到大概 被城堡 拉了騎士過來 想要來硬解這邊村民 但是 是不是都為死一萬了呢 對面有動就50%了 這邊 能殺壞隻 殺幾隻村民而已 並不能殺到太多 哎呀 可憐 目前看起來是 只死了3到4村左右的村民而已 小虧 但是這邊 但是西班爾這邊 騎士居然一直都沒死耶 然後回來再繼續補血 哇這邊生女真是過了耶 一直在補這邊 殘血的騎士 哇這邊騎士 殘血的量非常大量耶 但是這邊賽亞特居然轉出小弓 有強法耶 有強法耶 這邊直接 齊發 射掉這個頭側 那麼這邊 轉出弩兵之後 就可以 稍微射一下 這邊西班爾的 騎士 那西班爾的騎士 這邊是沒有點下任何防禦的 喔 看到這邊出小弓之後 開始點下一擊防 喔不行啊 不能這樣一直被白色 想不想還是不太行 這樣不OK不OK 不OK 哇那這邊 前面的錢壓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而且這邊三隻生女還在補血 哇這邊 有坦克 有輸出 然後還有魔法師 生女在後面補血 這是什麼 RPG三人組 騎士 騎士工兵 這不是工兵 槍兵 然後生女的組合 這個很不RPG吧 應該要來個工兵才對的 騎士工兵 步兵 冒險 冒險三人組 這邊是一個 特化組合 是有時代不一樣的火槍兵 開槍 再槍一下 沒問題 再槍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繼續槍 繼續槍 繼續給對付壓力 那西班牙這邊已經開出了 第二個TC 看來是要準備 開農了 那這邊前線一直給壓力 然後找機會把自己的TC開出來 比較有機會能打贏這場遊戲 這邊要直接前壓來殺這邊的奴兵 哇這邊努力 直接槍掉殘血速度很快 哇直接繼續槍聰明 但是裡面還有TC 哇這邊直接蓋住 哇細節 哇這個沒蓋起來 繞過去了 涼了 哇這邊全部要趕快跑了 那這邊TC也要爆了 趕快趕快趕快來 欸這邊這邊 砍一下砍一下 這裡這裡砍一下 好這邊繼續在修這個TC 好火香兵繼續在槍 但火香兵其實是蠻怕奴兵的 還有戰矛 這邊射速比奴兵慢了一點 這邊繼續槍繼續槍 哇槍的很舒服 好 好生女巫瓦還在這邊繼續補血 但騎士已經送差不多了 雖然這波有殺到一些村民 村民術已經持平了 77村對77村 基本上的經濟已經跟上了 但這邊賽爾特繞了一些 薩爾特松蘭武士 這個松蘭武士來過來騷擾 在家裡完全沒有任何兵可以來抵擋 要不要拉幾隻騎士去來防守呢 喔唷正在正面蓋寶 頭是來找一下 西班牙征負著繼續開瓶 但瓶子村民並不是瓶子在蓋城堡的村民 頭是來砸一下 哎呀 再拉更多村民來 哎呀再抵擋一下 哎呀我的天 哇這個大手筆 哇這邊村民術大概又死了17村左右 直接反超 82村對留11村 哇賽爾特村民直接倒地不行 村民術已經明顯拉開了13村左右 那這邊由於 賽爾特已經上了帝王實彈 在這邊巨頭已經已經開拆 那這邊開拆的話 這個城堡應該是不用修了 因為離帝王實彈還有點距離 目前西班牙的食物完全沒有辦法點這個帝王實彈 那這邊西班牙征負著再繼續做騷擾 哇這邊 射村民的效果非常好 三發就會死一隻了 如果我全中的話 你看 有一些還是不會中 這個距離太遠就會 砲槍 砲槍沒辦法 人人都會 好那加里送來武士應該看起來是解完了 可能是用森旅 或者是用 西班牙征負著 還是騎士解掉 加里的內化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賽爾特加里兩個城堡 開甲 那夾住了一些經濟喔 那經濟其實還是蠻傷的 兩個PC被拆掉 那有一半的田其實不能採的 後面這邊還有征負著 在後面再騷擾 哇這邊又放到了很多的奴兵 那還放到一些騎 不是騎士喔 這個村民 這個三人行是怎樣 三人行生你在找遺跡 但梳子遺跡就在你家隔壁而已 哇這個城堡走過去 直接死了兩隻征負著 哇 虧爛 好那這邊終於等一下輪走技術 西班牙這邊等一下輪走之後 經濟應該就會開始起飛 但是這邊賽爾特也終於意識到 哇上帝王才點二級目阿 有點虧阿 這個經濟有點慘 兩個人在挖木頭而已啦 哇 目前賽爾特加里經濟 目前停滯狀況 為了要爆出更多奴兵來防守 這邊繼續想要來 嗶這個村民 不要讓村居做採集支援工作 那這邊來修一下操作 直接硬點奴兵 感覺效果還不錯 那這邊劇情投資機 太兇狠了吧 直接來拆TC喔 這邊還故意走上高地之後 才開始要開始投資 那這邊拉了大量的奴兵 來要來解這邊 西班牙征負著 但西班牙征負著 由於距離太遠距離砲槍的關係 所以這邊對奴兵 並沒有打出太大的傷害 只是解掉了一隻奴兵 讓征負著全速倒地 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喔 左邊又繞了一波 征負著來做騷擾 哇 又殺到幾村 奴兵術已經落後了25村左右 哇 這邊找到一隻征負著 那征負著要來開放了嗎 這邊要直接來 來點這個森呂呢 但這個距離有點遠 點不到森呂 而且這邊森呂走斜的 這個炮槍炮得太慘了吧 哇 中門收到一發 中門收到一發 左陰險 敢不敢左陰點 哎呀 打得到了 哇 後面被一顆小石頭塞到屁 一顆彈丸 直接從後面飛過來 這個老頭也會受不了 直接倒地 兩顆就受不了 OK 那這邊拆掉TC之後 軍警投資機繼續往前 家裡沒什麼兵 因為這邊為了點帝龍時代 家裡並沒有太多的騎兵 可以來做防守 然後塞爾特這邊做受難武士 想來自己前壓 哎呀這個太囂張了 太囂張了 直接進來擺給嘛 慢慢這邊均勻投資機 上了高地 要來拆這邊城堡 哎呦這個高地打滴滴好痛啊 打了540滴 這個打得速度非常快 這個城堡很有機會可能會掉 好 左邊就去開彰 彰一下 再彰一下 再彰 OK 再彰 Nice 好 這邊可以再彰一下 好 這邊西班牙拉了很多村民來修理 但是這邊還沒有帝龍時代 目前點下二指一防 看來待會是要包些騎士 那跑速也點了 西班牙征服者打奴兵 是相對劣勢的 那這邊爆出騎士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以西班牙征服者來說的話 這樣是更好一點 騎士還是優異值一點 打這些奴兵 好 升到帝龍時代之後 兩邊會做什麼樣的選擇呢 這邊轉出了一些戰錨 要來針對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已經沒有在前線做騷擾了 那村民宿目前 又被追壞來一點了 目前是107隻打夜 94到95隻左右 那這邊西班牙征服者還蠻大量的喔 那這邊在等重裝騎士變身 那騎士的量還在狗 這邊要來修操作嗎 直接不等了 雖然點下三級攻兵護甲 要來直接硬點這邊奴兵的血量 但是賽爾特的量很大 然後賽爾特的後面的量一直跟上來 一直補一直補 但是這邊硬點奴兵 奴兵死亡速度非常的快 剩下一隻之後還在甩這邊的賽爾特 松藍武士 那這邊松藍武士也是追不太到西班牙征服者 那這邊騎士拆掉一隻巨頭之後 就沒有辦法繼續進攻了嗎 這一局要開鏢開鏢 鏢起來 好 再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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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連續鏢鏢啊 哇 這個甩槍甩掉了蠻多的 賽爾特的征服者 不是賽爾特的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 甩掉了很多松藍武士 有點神智不清啊 好 這邊石頭只剩30 沒有在修 唉唷 在城堡掉之前 解掉這個巨型頭子機 很關鍵喔 那這邊巨型頭子機掉了之後 就拉一些征服者 看他又在後面繼續做騷擾了 欸 這邊這邊一直在發呆 那這邊補下肉馬的升級 再來要打一些新奇兵 那這邊三級仿也點了 好 這邊繼續 繼續 繼續再做一個騷擾 好的 那左邊目前 看起來不會有什麼太大開戰的感覺 這一波應該是要拉去殺了的 我們稍微快速快轉一下 哇 這一場怎麼打那麼久 好 手推側也就已經點下了 兩邊都會點下手推側的情況 都是完全體的 並不會有那種一面倒的情況出現了 那這一場可能會打出持久戰了 哇 這兩隻收爛武士 殺了滿多的村民 但是這邊 繞了更多的收爛武士 四隻直接在裡面開竅 哇 直接敲爛這邊的村民 對於村民全倒 這邊正面的話有 基本上的墳墓子 想要正面開打 但這邊有巨型頭子機 兩台再拆了一個城堡 這城堡應該守不下了 那這邊繞了肉馬 想要繼續殺 但是連面城堡有點多 並不能燒了太多 燒了什麼東西 但這邊收爛武士還在打 還有三隻收爛武士 四隻還在敲 哇 這邊要全體收穿 這邊經濟有點受挫 那這邊西班牙轉出了雙手劍兵 看來要打步兵喔 這真的是受不了 要來打步兵的西班牙也是可以的 西班牙的科技線也是全開的 除了打工兵以外 騎兵步兵都可以打 那目前確實看起來也是打步比較好 因為目前賽爾特出了大級兵之禍 對這個遊俠來說的話 傷害性還有弱馬 都是很大的 打個劍勇還是比較好 劍勇可以打 鬆蘭武士 也可以打這個 戰卯 也可以打這個 疾病 那奴兵的話 稍微打不太動 但是 他沒有 他不是強奴 所以傷害不會到非常那麼嚴重 欸欸欸欸欸 哇靠 這個西班牙還點一下霸權 你是錢太多 沒地方花是不是 我點霸權欸 哇 這個點完霸權之後 你看這個村民的數值 血量80滴 攻擊力3加9 遠防有4 近防有3 直接變成一個攻擊力接近10的一個戰鬥單位喔 可能比對面疾病還要痛喔 你看他對面疾病 對面疾病的數值是 6加2 8攻 然後看一下賽爾特 看一下村民 3加6 9攻 哇村民比對面疾病還要痛啊 對面還沒有點3攻啦 呵呵呵 這個霸權喔 點下去也是蠻有趣的 那我蠻好奇的 那霸權如果村民被打的話會自動反擊嗎 好像也不會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要給西班牙這個AI 就是 點下霸權之後 村民被打的話會自動反擊 這個能力 他看起來是不會自動反擊 是被打就跑 被打就跑 那家裡繞了些洛馬去燒囉 那家裡要一直被應推囉 正面有非常大量的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並不是精銳的 並沒有升級的 防禦雖然是點完了 但是後面補下了一些軍營 要來升級這個雙手劍兵 這個軍營的量數沒有太多 只有3個軍營而已喔 有點少 看待會再補下一點 但是家裡這邊田都不能中了 這種劍兵爆的量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非常缺肉 像不是缺黃金 畢竟雙手劍兵 已經升到劍勇 這邊劍勇的話 黃金消耗量是比較少 那肉量是需要大量的 這邊田都不能灑了 之後也不能踩 這邊肉量可能會出一點問題 看一下下面要不要開始灑田 唉唷 開始灑了 對 不灑田的話真的不行 這個量絕對是爆不起來 好西班牙征服者 來探一下路 看一下對方在搞洞鬼 哇這邊賽爾特突然又來反沙咧 突然反打一波 好西班牙這邊似乎有看到對方在蓋城堡 要來去前面投一下這邊城堡 好金勇過來開砍嗎 這邊數量有點少 這邊賽爾特 收藍武士有點多 唉唷 不得了不得了 直接開打 好這邊受不了 直接反打一波 但是數量裡面太少了 光是被收藍武士在這邊靠爛了 沒了 沒了 這一波也沒了 這邊的話可能還是需要西班牙征服者過來救一下 因為這邊軍營只有五個 第五個正在蓋 只有四個在鏟 這個劍勇 但目前工坊已經全滿了關係 應該是還能再繼續打 好那因為西班牙征服者為了要守這邊的 劇情投資機的關係 所以正面完全是靠劍勇來防守 但劍勇的數量一直太少 有點在擺給 所以導致這一波的交戰 東南武士有點占上風 劇情投資機依舊在拆 那這邊為了拆這個城堡 導致這邊被西班牙征服者被鎖住在這邊 不能離開防線 那西班牙征服者回來要開bomb了 繼續bomb 繼續bomb bomb起來bomb起來 哇賽 那這邊西班牙征服者過來之後 戰況有所改變 雙籃武士倒下速度非常快 戰狼也被解得差不多了 那雙籃武士回來 哇靠村民直接上來硬敲 這個就是點霸權的意義嗎 哇全套 精英全級村民 直接上來硬拆這個 劇情投資機阿 但只拆了一台而已阿 哇還是不行 哇這個村民只是堪用阿 哇這邊大量的雙籃武士 就是跟疾兵上來硬尻 那這邊西班牙征服者幾乎全速倒地 火槍隊已經 面臨 面臨 面臨滅隊的一個情況阿 哇真的欸 一隻西班牙征服者都沒有了 那這邊西班牙整出大量的劍勇 要來跟對手 決一死蛋 那這邊 一擊爆光 但是賽爾特這邊也沒有冰了 那這邊三台巨頭爆掉 有點虧阿 那這邊一擊一噴出來 馬上要補下一個修道院 看來要再繼續撿一擊 欸兩班打的也太有來有往了 兩邊都在騷擾進攻 騷擾進攻 很忙很忙 好那這邊劍勇轉出來之後 正面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了 那這邊就要來反攻了 因為這邊巨型偷子機 其實西班牙還是有的 三台在後面 但這個城堡可能是要掉了 因為你沒有石頭 這看起來是守不住 好正面再繼續硬尻 後邊尻起來 但對面賽爾特的數量還是蠻大的 而且這邊 這邊會合集結速度非常快 因為賽爾特的跑速板就很快 哇這個疾病也走很快 好那這邊 西班牙也來會合 然後再繼續大戰一波 西班牙這複蛇已經沒有了 只剩下劍勇 在這邊硬敲單劍勇 打賽爾特的垃圾兵 跟賽爾特的鬆爛武士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哇直接把對面切成肉泥 哇敵傷很多 哇這邊繼續爆 肉一直不夠 黃金很省 黃金還有一千多庫存 反倒是賽爾特這邊黃金已經快要間諜了 但這邊因為爆劍勇的關係 劍勇實在太省支援了 而且打這些垃圾兵 就是非常的厲害 雖然還是蠻怕城堡的 被城堡是不是還是很痛 還是要躲一下 好那這邊爆了更大量劍勇 這邊直接劍勇一直線了 好直接八個均勻開造劍勇 劍勇雖然來到快要四十隻五十隻 好這邊來拆城堡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劍勇要直接來硬拆這個均勻偷子機嗎 看起來也是ok的喔 好直接來硬拆這邊的村民 可以嗎 可以嗎 村民被拆的有點慘 好後面肉麻解掉了一台巨型偷子機 那正面賽爾特 完全擋不住C班的一個大反撲 C班到底要怎麼打這邊的劍勇呢 要出奴兵嗎 但是奴兵的話沒有錢 目前賽爾特黃金庫存量已經見底了 賽爾特已經渾身解除 把自己的庫存全部交上去 劍勇上來硬拷 哎唷差點砸到 好這邊左邊還在砍 劍勇無雙阿 劍勇 劍勇 劍勇已經不管TC的存在 直接到後方想要來砍後方採集的村民 那左邊也有繞了一些 單位要來拆左邊的城堡 哇這邊賽爾特有點難擋這些劍勇阿 劍勇的防護率很高的阿 垃圾兵是有點打太動的 防護有4阿 遠防有5阿 那打這些垃圾兵的話完全不構成問題 非常的輕鬆 開切開切 在這邊劍勇過來開敲 好劍勇在趕快回首這邊劇情頭子記憶的位置 哇這邊牧蟲已經爆4千多阿 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但是這邊有劇情頭子記憶跟一隻 送案5次在燒了 但就不管了 正面比較重要 現在是誰把 對方先打死誰就贏的一個狀況了 哇主邊繞了很多劍 現在有去殺土變村民 哇這家裡的村民已經全部沒有在種田了 哇家裡已經全部BBQ 肉麻牆來硬解劇情頭子也解不掉 這邊還是有相當大的劍勇補了上來 左邊再繼續灑天蓋石蓋石 因為家裡已經全部BBQ了 哇承擇中心也被直接手撕掉了 這些劍勇打電竹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完了GG沒了 這場打了一個多小時 不得了啊 有點久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 食物跟木材 哇一個大領先 那這邊黃金量 西班牙是有一些稍微領先的 但是沒想到賽爾特食物跟木頭這麼大量 上1就還是打不贏西班牙 真的是文明後期有點劣勢 沒有黃金賽爾特就很難打 好那來看一下單位的部分 好那這邊看起來APM兩邊其實差不多 手速都差不多的感覺 那時代升級經濟來說的話 兩邊都處於一個副部分上下 差不多爛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們輪走都很晚點 因為城堡初期都在大開戰 沒有多餘的肉可以去點這些經濟科技 你等下全力出兵去防守 不然就沒有機會了 看起來兩邊 這個時間線拉得太長 有點很難講 比較關鍵一點的話 應該是在 層出那一波 塞爾特那一波層出我覺得打得很好 三台巨頭 然後鬆爛武士 反推那一波 但那一波沒有把西班牙打死 覺得有點小問題了 應該在那時候 就應該不能再繼續出鬆爛武士了 應該要出一些奴炮啊 或者是 工兵喔 之類的 但工兵有點 有點尷尬 真的是尷尬 但我覺得不出工兵的話 可能會更難打 工兵量大起來 雖然沒有強武 打這個劍勇還是有點傷害的 雖然有點難用啦 我覺得還是堪 有點難用一點 呵呵 那這邊的話 出了蠻大量的 戳戳 去打這個劍勇 具有一點 有點在送的感覺 但出戰矛也不對 你出戰矛打這個劍勇 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感覺塞爾特真的要打贏的話 只能出奴炮加奴兵 再出一些戳戳來防守就好了 鬆爛武士真的不能再繼續出 但這邊 帝後之後 還硬點下了 鬆爛武士的精銳 就導致這是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導致他的黃金量 完全投資在這個地方上 然後這邊 靳勇已經 明明中已經成形了 靳勇中已經完成好了 那這邊還是硬要點這個 鬆爛武士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這是 死無從 完全沒辦法打 那這場感覺是 西班牙的轉兵大勝利 畢竟西班牙這邊轉兵 確實也比較優勢一點 畢竟科技是不用黃金的 轉兵來說也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那對於西班牙來說的話 轉兵算是蠻關鍵的一個重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